记者吴志伟台北报道 瑶瑶黄乔欣日前被小郭雪芙曾智希在节目爆料 曾在当助理主持时 因做节目笑过那软棒打 结果被瑶瑶臭骂关你屁事 两女因此隔空开战 瑶瑶的姐姐 Apple 黄伟霆今天录 MTV 玉达校园会客室在被问起 回应就我了解的状况 这件事情可以落幕了 Apple 设访时表示 综艺节目难免讲话夸张 我相信她曾智希就是在做效果 但我妹被不时指控抽骂她 部分网友看得比较认真 会认为明明瑶瑶自己演艺圈不算前辈 但却以前辈态度在骂她 之前曾智希同门师姐 历经为替曾智希出气而封杀瑶瑶 从不邀她上自己主持的妈辣天后传 Apple 则说 我不清楚瑶瑶之不知道自己有被封杀 后来问她发现还真的没上过 麻辣天后传 不过她也解释 没规定要发到这个艺人 没批法到也不是她的问题 时间可以一定会去上 只是后来曾智希反咬力经常在录影空挡骂她一两个小时 引发力经极度不满 暴怒狠批她说谎 吓得她连忙道歉 承认自己为了节目效果夸大其词 这件事才落幕 Apple 黄伟婷称 帮妹妹瑶瑶讲话中天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